在夜市摆地摊到底多赚钱呢 这个女人曾经欠下280万独债 赔上自己的全部身价后还欠40万 每个月还要还4万块的利息 所有人都说她要玩 结果摆摊一年后她就还完了所有欠款 现在手里又损一两百万的现金和几套房 据她所说 这里的摊主各个都是百万富翁 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有车有房 虽说有钱人都风光 但这一条街的富翁却都怕一位干瘦的小老头 这个妈妈烈烈的老头叫九叔 此时正在和一名摊贩大声争执 他强势地说着 这条街没有我的允许就不能摆摊 与其听起来活像地痞流氓 可实际上九叔不但是个正经城管 还是一条街上的第一个城管 或许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街 白天看上去平淡无奇 一到晚上就热闹非凡 琳琅满目的小吃 熙熙攘攘的人群 他们共同形成了这个城市最踏实的味道 而这条位于广西南宁的中山路夜市 就是九叔一手打下的江山 曾经的市长还戏称他为夜市市长 九叔其实不是正事工 他看这份工作几十年也没编制 因为他从前是个劳改犯 九岁时父亲去世 母亲改嫁 母亲不认他 九叔只能出去流浪 为了填饱肚子 他私自贩卖木材 被关到劳教所进行劳教 后来劳教所撤销让他回家 九叔却说我没有家 他在这边留了下来 因为未成年就被劳教了六七年 出来时九叔也不过二十岁 后来他就被指派管理中山路了 最开始 这个地方只有九叔一人在管 每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块 过了五六年后 夜市规模逐渐扩大 从只有几个流动小摊 变成了人来人往的著名小吃街 区政府这才发掘商机 于是接管过来 因为当时势力在搞卫生城 很多零散的小摊都被追着干 为保住这个夜市领导们只能拜托九叔 管好秩序 夜市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它就像一个小小的江湖 而九叔懂得这个江湖的规矩 知道如何用江湖手段来管理夜市 这不是简单的读的书多就能管得来 权力大就能制服得了的 总之在九叔的管理下 市长对这里的发展也很满意 正式文件很快下达 中山路夜市被市里承认了 九叔批了一个又一个正式摊位 然而收租这项工作 还是只能由他去干 这是夜市最难做的任务 整条街上一年有一百多万的摊位费 换了别人根本收不上来 九叔是强横的 但也是讲理的 面对不按规定乱摆摊的小贩 他总是底细很硬 不管是谁批准的 没有按照规定就白搭 在寸土寸金的中山路夜市 每个摊主都想越界多占些位置 哪怕多出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晚上就能多赚不少钱 但九叔不会惯着他们 有夜市管理员在 人人都要守着规矩 没人敢去越界 尤其是在大检查的日子 超一点点都不行 平常的时候客人实在很多 那超一点也就算了 只要搞好卫生就可以 九叔守规矩 但却不死板 他懂得理解 懂得温情 这夜市不是冷冰冰的 他充满人情味 相互看的也不是谁更脾气 而是谁讲原则和人情 他会凶巴巴地抢走 卖花小女孩的花 却在除夕之夜 提醒他早点回家 他强势地赶走 弹吉他的卖唱者 但从来不敢乞讨的残疾人 面对自己的下属 九叔也是一样 大家都必须守着规矩 既然来工作 就要好好完成 如果不遵守时间 那就最好别来 可另一方面 九叔心里也爱着他的兵 因为这些手下也是临时工 他们大多和九叔一样 没什么文化 所以只能干体力活 九叔知道他们辛苦 于是找机会就和领导反映 想让大家多休息两天 或者多发点工资 最近中山路的新规划图纸出来了 政府打算把这边的微楼拆掉重建 到那时夜市肯定不复存在了 这让九叔很是忧心 年过七日的他 并不操心自己的将来 他最先想到的是那些讨生活的个体户 他们有的要供子女读书 有的要照顾重病家人 这一拆可就断了无数人的生路 还有那些没到退休年纪的下属们 不知道夜市被拆后 临时工还有没有工作可干 九叔自己也是舍不得的 这条街承载着他三十多年的心血 他就像城市漫长黑夜里 那晚最暖的粥 九叔从前一直有个愿望 他希望有天中山路能被粉刷一新 地下铺上新的排污管道 路面重新刷柏油画界限 探子的门脸统一做成不锈钢的 又规整又好看 两边路口还要安两个大拱门 上面写着中山夜市欢迎您 在经过政府的多方了解和取调后 九叔的梦想竟然成真了 中山路夜市最终决定保留 甚至隔壁的共和路夜市 也要接管过来 一起合并规划 这样九叔一下子开心起来 他尽头十足地给摊贩们 发新年补助 这些真正想赚钱的人 是不要命的 他们365天全年无休 新年第一天 九叔就早早来到夜市 生怕小贩们提前出来摆摊 但规定的时间一到 他就沿街一家家去喊 主动让他们出来干活 在九叔的江湖宝典里 无外乎原则和人情 而他将这两点平衡得很好 路口的爱心捐款栏上 九叔总是高举榜手 他时刻想着以身作则 也时刻希望夜市夜夜繁荣 这让他既得到领导的倚重 也受到了贪贩们的拥戴 如今的中山路夜市依然还在 路边古老的南方骑楼 重新加固 九叔想要大口门也立了起来 而那些平凡生活中 最平凡的小人物 依然在努力生活 这烟火器中的味蕾记忆 大概是每个游子 念念不忘的归途 我是拉环 观众人见伊拉冠 带您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